如果你经常玩电脑游戏和Switch游戏 可以看看这个手柄 机械师的G6 是不是有点精英手柄的味道了 我用了一阵子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它和Xbox官方手柄做个对比 从外观尺寸上两个差不多 Xbox手柄稍微重一些 因为它里面有两个电池 这只手柄内置了860毫安的锂电池 官方说续航8到10小时 它们的按键布局也都是类似的 就连把手后面这个颗粒感也是差不多的 这款手柄有三种连接模式 一个是有线 是USB-C的 它有无线2.4G的 还有就是蓝牙 它接PC有这三种模式 Xbox手柄也有这三种模式 只不过那个2.4G的接收器需要单买 有玩PC游戏的时候就用这个2.4G的 我感觉它比蓝牙要更好一些 又能摆脱线的束缚 我用它玩Switch游戏的时候 基本上都用无线 它也可以用有线 只不过得插在这个底座上 这个Switch底座有USB 手柄的背部有四个档 DVSX 这是用于不同的模式 其中第三个这个S档 对应PC就是这个2.4G 对应Switch的无线也是S档 所以说我基本上只用这个S档 像其他的DVX 有的用于蓝牙 有的用于LS 有的用于安卓 鸿蒙之类的 下面说说它的特点 首先是这个ABXY 这是微动机器按键 好处是渐程短 手速快 反馈清晰 我们再看一下XBOSS的手柄 手感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摇杆是磁杆霍尔摇杆 好处是精度高 寿命长 感觉和XBOSS手柄 差不多 很像 但是也不太一样 这是感觉要重一些 这两个搬机件 也是磁杆霍尔的 另外这个搬机件 有三个档 短中长 如果调成短 那它的件程很短 适合设计游戏 如果调成长 那适合赛车游戏 所有两个都可以调 最重要的 它支持体感 也就是六轴传感器 我们可以用它来瞄准 在Switch里面 我感觉用陀螺依瞄准 比用右摇杆瞄准 要舒服 要自然 但是目前PC游戏 基本上都不支持这个体感 Xbox原装手柄 也不支持体感 没有六轴托勒仪 这个体感 主要是在Switch上用的 手柄和Switch 匹配之后 在Switch休眠状态下 可以用手柄一键唤醒 行了 我们在用它玩PC游戏的时候 是不用安装驱动的 Windows系统会把它 直接识别成为Xbox手柄 在游戏里面 也会自动显示成 A B X Y 还有R B R B R T R T 我刚才说 它像精英手柄 你们看 它有两个背键 这两个扳机 三档可调 另外还有可拆卸的摇杆 还可以编成件红定翼 还有灯光 这个灯光是可以调亮度的 从0到3 0就是关 它这个振动 也是可以调强度的 从0到4 现在是3 现在是4 3 2 1 这1很微弱 这是关 我感觉二档三档 是比较舒服的 另外它这个指示灯 还能显示电量 其实关于这个手柄 可以说的很多 比如说它那个软件的APP 可以定义按键 另外它还支持iOS 安卓 智能电视 但是这些我都没测试 我主要用它来玩PC游戏和Switch游戏 为什么用它来玩Switch游戏呢 这Switch不是有手柄吗 但是网上说 Switch自带的这个手柄摇杆 很容易飘移 很脆弱 长期玩Switch游戏 最好还是给它配一个独立的手柄 另外这款手柄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在战争机器舞 这个游戏的选项菜单里 用这个摇杆上下 还有这个上下 来选择光标 这个光标会多跳 比如说我按了一下 它可能跳两个 开始我怀疑是这个摇杆有问题 但后来我换了XBOSS官方手柄 它也会有这个问题 那看来这是游戏的问题 但是经过我仔细认真的对比 这个跳菜单的程度 和停留时间有关 如果停留时间稍微长一些 它就会跳 在移动的时候 要尽量轻快一些 能避免无操作 其他游戏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另外这款手柄的更新 和一些高级自定义选项 是在那个手机的APP里面 手柄的驱动设置并没有电脑版 我感觉它的iOS端 比安卓端更好一些 下一个问题 是它在玩Switch游戏的时候 这个按键需要手动更改 因为XBOX的按键 这A在下面 X键是在这个位置 Switch的手柄 下面是B 这是A 上面是X 这是Y 就要在Switch里面 单独给它设置一下 这个倒不难 如果你平时玩PC游戏 和Switch游戏 另外对精英手柄 有一点小向往 可以看看这款机械师的G6手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